桃園傳出有沸沸脫桃的事件之後 有學者初步判定他是東非沸沸 台北市立動物園就分析了 他是雜食動物 平常不會主動的攻擊人 但也不排除近距離接觸的時候 會有危險性 建議民眾如果發現他 除了是保持距離之外 也不要四目相對 才不會被動物認為說是有攻擊的意圖 但萬一是近距離接觸的話 可以把身上的物品丟出去 來證實轉移注意力 吃著白色高麗菜 台北市立動物園內的沸沸 看到攝影鏡頭 好奇看了一眼才走開 桃園發生脫桃沸沸出沒 台北市立動物園表示 從目前看到的影像綜合判斷 應該屬於東非沸沸 平常在路面行走 不過也很會爬樹 動物園資料顯示 東非沸沸身高約六十到七十公分 體重介於十七到二十九公斤 原始棲息地在森林與開放草地 屬於雜食性動物 吃蟲 吃植物 也吃蛋 平均可活二十五到三十歲 平均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副教授蘇秀惠分析 雖然東非沸沸是雜食性 但是吃昆蟲比較多 因此不算是會主動攻擊人類的動物 但就怕被豢養過 習慣向人類索取食物 所以也不排除 會因為想要食物而接近人類 動物逃脫事件實有所聞 台北市立動物園曾經在二零一七年 黑猩猩沙利逃到展場外 一度隔著玻璃和展場內的其他猩猩互動 把遊客嚇到驚叫聲連連 萬一巧遇逃脫動物 專家提醒千萬不能餵食 以免近距離接觸產生危險 另外也要避免視線直視 讓動物以為有攻擊性 只要盡量拉開距離 並且儘速通報動保機關 記者需要您今天台報導